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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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客房部最大的大boss就是房屋总监 director of rooms 房屋总监他管客房部经理 客房部经理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 executive housekeeper 行政管家 那么在经理下面会配一个经理助理 助理之下有秘书或者叫文员 那么再往下走 那么有几个主管 楼层高级主管 公共区域主管 以及仓库主管 洗衣房主管 在楼层高级主管之下会设楼层主管 以及设楼层服务员 公共区域主管之下会设公共区域保洁人员 洗手衣帽间的服务人员 以及地毯的清洁工 外窗的清洁工等等一些职位 那么在洗衣房 在布草房主管之下 还会有洗衣房和布草房的服务人员 这就是整个客房部的一个组织架构 大家各司其职 为宾客提供满意的服务 下面我们来看看客房部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运营的任务 客房部一个最终极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为宾客提供舒适 卫生 安全 以及优雅 安静的住宿环境 这是客房部的一个终极运营任务 那么让宾客感到在我们的客房居住是非常舒适的感觉 客房部经理的岗位职责 我们来看一看客房部经理或者是行政管家 他们的主要任务 他们全权负责客房部的运行与管理 执行房屋总监的管理指令 与其他部门 比如说包括其他的运营部门 前厅部门 餐饮部门 以及我们的一些后勤部门 销售部门 他们进行沟通和协调 来督导下属管理人员的日常工作 确保为住店客人提供 刚才所说的热情周到 舒适方便 卫生会计安全的客房服务 那么我们看到了客房部的一个组织架构 我们看到了客房部 它应该履行的主要任务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不同的客房设计 大家看这是一个看得见大海的房间 那么住在这样的客房之中 应该是心旷生怡的 那么这个房间面积是比较大的 大概40来个平方 每个房间安装有冷暖中央空调 配备有48英寸的液晶电视 那么这些配置是竭力为客人提供舒适的环境 那么大家有没有关注到 这样的客房它的区间风格 怎么样进行设计 才能让客人有更好的享受 那么我们在客房设计的时候要考虑几个因素 首先来看一看 第一个客房类型 第二就是我们要考虑一下功能分区 第三我们要考虑房间内设施的安排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功能分区 大家看这样一间房间 后面背板是书 然后主要的这个区域是睡眠空间 有两张床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大家看着光标所指 这是睡眠空间 两张床 然后呢 这边是起居空间 City Room 这个地方它有一个茶几 有两把椅子 那么可以坐在这儿聊天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书写空间 那么客人可能携带他自己的笔记本电脑 或者说携带一些书籍 他需要在这里办公 这是书写空间 那么除了这三个空间之外 大家看还有什么空间 那么这是一个卫浴 卫浴间 那么大家看这个地方有 有什么呢 有面盆 那么旁边有毛巾 对吧 这是一个盥洗空间 那么宾客可以在这里 洗洗脸 穿上镜子 我们还有一个空间 大家看到这里 就是在洗手间 外面有一个储存空间 那么这个地方 一般会放一个保险柜 会放浴袍 基本上我们一个客房的 主要的一些空间 基本上就是这五个空间 那么客房设计 大家看看 那么房间里的椅子该如何摆 技术是美观 而且还能够让人有一种 艺术的一个享受 大家看 它应该怎么摆 那么可能有的椅子 比如说这把椅子 大家看这把椅子 可能看起来很美 但是宾客坐起来不一定舒服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一定要强调舒适和美的一个平衡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些设计 这些设计 那么总而言之 我们在进行客房的设计的时候 一定要强调 我再复习一下强调 我们的空间 它是不是齐全的 能不能满足人们去居住 旅行的一个需求 第二 我们要考虑 我们的这些房间的设施设备 它是不是能够 在满足美的需求的 同时也能够满足 大家使用的需求 还有就是我们要考虑 客房的一个类型 它的单间或者是套房 这样一些类型的一个区分 那么在每一个奢华酒店 它有一个总统套 总统套它是有很多间房间 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起居空间 还有一个会客的空间 好 今天介绍了客房部 和大家想象的是不是一样呢 我们刚才介绍了客房部的组织架构 主要任务 以及客房部的一些设计的意向因素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做一个复习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主要内容 希望大家在课后 在以后入店的时候 也能够去观察客房部的这些内容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